今天是4月16日星期四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 特朗普希望尽快重开美加边境 因加拿大担心 截至4月16日星期四 多伦多时间下午1点 加拿大共有近3万例推定和确诊病例 其中1191例死亡 9671例康复 安省共有8961例确诊病例 包括4194例康复和423例死亡 CTV News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近期加拿大疫情管控效果不错 将尽快放宽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旅行限制 媒体担心 鉴于美国的干人人数是加拿大的数十倍 如果开放了两国间的入境限制 加拿大的疫情会继续恶化 为了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 加拿大曾在今年3月下旬 和美国方面共同宣布 暂停所有非必要的过境 以减少新冠病毒的传播 两国限制过境的协议 将于下周早些时候到期 在周三举行的白宫每日媒体会上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了自己 想要尽快开放美加边境的愿望 这位迫切希望看到美国经济复苏的总统表示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非常好 而加美边境将是美方最早重开的边境线之一 两国将会讨论重开边境的问题 他拭目以待其结果 川普还强调 加拿大在控制病毒的传播中做得很好 而美国也做得很好 美国总统的这番表态 引发了加拿大媒体的担忧 加拿大的疫情和美国显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截至周三下午 加拿大的活跃病例数量有2.8万 而美国则有654343 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3490 特鲁多表示 我们会继续观察疫情的发展情况 他说 目前边界将继续对非必要旅行进行关闭 就像每个国家都在做的那样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公民 大多数国家都在限制旅行方面取得了进展 加拿大和美国也不例外 图像显示 病毒如何几分钟内在超市传播 购物一定要戴口罩 加拿大疫情日益严重 昨日已有28000个确诊病例 虽然政府呼吁人们尽量待在家中 但是每周去超市买菜仍不可避免 芬兰研究所昨日发布了一条视频 显示了病患传播病毒的整个过程 视频显示 在超市这样的密闭空间 如果一位感染了新冠的旅客 正在货架中间咳嗽一声 从他口鼻中喷出的新冠病毒 将瞬间如云子弹爆发般形成病毒蘑菇云 在短短一分钟内蔓延整个货架通道 并爬坡穿过货架达到相邻通道 在两分钟内 相邻通道会彻底被病毒覆盖 而正在旁边通道购物的健康旅客 已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浑身静默在致命病毒中 如果不戴口罩的话 在如此高密度的病菌之下 很难保证不被感染 不仅如此 两分钟后 病毒仍会继续扩散 拓展到第三个通道 三分钟后 咳嗽的旅客所在的通道 高浓度的新冠病毒仍久久无法散去 而六分钟后 病毒浓度开始降低 但依然没有完全消失 现在虽然Costco 大统华等超市 已经限制了购物人数 但是六分钟的存货时间 会有多少人经过这个早已爬满病毒的货架 吸入充满病毒的空气呢 这则视频 是芬兰阿尔托大学等四个科研机构 进行的新冠病毒传播模拟实验 呼吁大家 平时如果没有迫切需要的话 尽量少去超市这类危险场所 去了以后一定要佩戴口罩 不要酒逛 快速买完立刻离开 因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成为视频中间 货架通道的那个人 特鲁多 扩大中小企业紧急贷款 考虑补助企业三个月的租金 据环球新闻网报道 本周四 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G7会议中 各国均同意加速疫苗研发的进程 并尽力协助弱势国家 共同渡过难关 特鲁多提到 在过去的几周里 联邦政府陆续推出了各种补助措施 其中包括对中小企业的紧急贷款 CEBA雇主补助计划 该计划规定 去年新贷额在5万至100万的中小企业 可以申请4万加元的无期贷款 其中的1万加元贷款 如果满足偿还条件 则可以不用还款 不过该措施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诟病 因为对很多小企业来说 无法满足5万至100万新贷额的门槛 对此 特鲁多周四宣布 政府决定扩大资助范围 企业只要满足去年的信贷额 在2万至150万之间 都可以申请这笔补助贷款 此外 特鲁多也提到 政府正在考虑 推出企业租金补贴计划 计划为企业提供 至少三个月的租金补助 该计划目前仍在商榷中 多伦多男子使用公园单杠罚款880刀 一元 该罚5000刀 Global News报道 多伦多市一男子 因为使用了封闭公园的单杠 遭到了880刀的罚款 狄伦芬利 周二像往常一样 在百年纪念公园跑步 但随后 当他使用单杠进行引体向上锻炼时 被一名制度监督员阻止了 芬利在被警告不能使用单杠后 表示很抱歉 并希望仅仅受到警告 因为芬利认为 从室外的单杠上 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很小 然而 制度监督员 却开出了一张880加元的罚单 其中包括芬利涉嫌违反安省政府 发出的紧急命令的附加罚款 当地市议员史蒂芬·霍迪 表示对芬利的罚款是合理的 霍迪说 如果当时是我开罚单 那我会罚他5000加币 最近几周 制度监督员已经与8500多人 就保持社交距离条例进行了沟通 并开出了200多张罚单 霍迪表示 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醒悟 如果 这种病毒大范围传播 可能会导致很多人死亡 过去的周末 Brampton市也有18人 因为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在疫情期间打板球 而分别收到了880元的罚单 Brampton市发言人 在今天向记者证实 执法人员的确开出了18张880元的罚单 且涉及两起发生在不同地点的聚众世界 根据多伦多市网站上的新闻消息 截至4月11日 随着执法力度上升到零容忍 多伦多的制度监督员 几乎不会提前对涉嫌违法人员进行警告 而是直接进行罚款 BC省女子不满卫生纸限购 向售货员咳嗽被捕 据CBC报道 本周一 在BC省高桂林 一名25岁的女子 因为购买卫生纸过多 超过了超市的限购数量 在结账时遭到了超市售货员的阻止 随后 该女子愤怒地向店员咳嗽 两人因此也起了争执 但令该女子没有想到的是 当她回到家中 皇家骑警却找上了门 将该女子逮捕 警方称 他们在接到报警之后 查看了超市的录像 并与超市现场目击者进行了交谈 证实该女子确实有故意向店员咳嗽的行为 警方也表示 在现在这个防疫的特殊时期 绝不能容忍对仍在一线工作的人员 进行这种行为 该女子目前面临着相关指控 将于7月出庭应讯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绝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